我们看到昨天下午5点45分左右 三名手持斧头的歹徒 冲入了新疆和田市迎宾路的一家棋牌室 对于室内的群众进行砍杀 80秒之后 他们被文训赶来的武装巡逻力量 和群众们彻底支付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了事发的这家棋牌室 透过大门缝隙 从现场凌乱的痕迹来看 不难想象当时的激烈场景 棋牌室内的监控 记录了案发的那一刻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 人们奋力反击并按响了警铃 周边石户 联防商户和群众听到警铃后 立即加入到了围堵歹徒的行动中 在人们的围堵下 歹徒企图逃跑 越来越多的群众闻讯赶到现场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眼看逃跑无望 歹徒手持凶器 继续实施砍杀 可现场群众没有一个人退缩 而这时 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武装巡逻力量 也赶到了现场 在我们刚刚处置完 把歹徒击倒的过程中 我们的防控 巡逻防控 第一辆防控车 就已经赶到了现场 武装巡逻力量赶到现场后 会同群众将三名歹徒彻底制服 两名歹徒重伤不治死亡 一名受伤被抓 整个处置过程用时只有一分二十秒 目前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的四名群众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无生命危险